其實當然程式的寫法有蠻多種 不過我其實有一樣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第一個方法是跑個回圈 讓它一個一個幫我把公式放在儲存格裡面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說 我先放一個公式 然後這邊的話利用AutoFuel AutoFuel是什麼呢 就是有點像是空點快點兩下 就是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是我今天 我們之前在做手動輸入公式的時候 不是先輸入一個嗎 然後再快點兩下 那這個動作的話叫做AutoFuel 所以這個方法也可以啦 有沒有所以先輸入 所以我剛剛的動作是什麼 先加上一個Range 1、2 這個把公式先放進來 放進來之後呢再利用AutoFuel 告訴它說幫我從1、2一直填滿到哪裡呢 填滿到它的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這樣的話也是可以達到那個效果 那兩個方法都OK啦 至於哪個比較快 感覺好像方法2會比較快 向下填滿 OK你們兩個都可以試試看啦 哪個方法快就能用哪個方法 OK 那我們做完之後 其實107年也一樣 我剛剛試一下 馬上可以把資料下載下來 然後如果106年看一下 106這個也是一樣 它是Big 5 其實每次大概都十幾萬筆 然後一樣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複製完之後呢 只要改哪裡 改這邊 把它貼上去就可以 不過貼上去的時候你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像會有 有些貼上好像這邊會有空白 如果有空白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把它Delete掉 不然的話 會發生錯誤 有時候它好像那個網址 前面都會放一些空白 如果你沒注意到的話 那一執行就出錯 它會 跟你講說 這個refresh的時候會抓不到那個檔案 OK 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106年的話 如果做完之後 我們一樣 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改名稱 叫做106 有沒有 並且把它搬到前面來 不過 會不會有同學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連這個動作 也不要做 其實可以啦 如果你假設 如果你連那個106這個動作 都不想做的話 那程式也只要兩行 寫在哪裡呢 寫在 Sub的下面 那記得喔 因為要新增工作表 所以需要一個物件 叫 序詞 這個序詞 這個序詞的話 指的就是工作表 物件 裡面有個點 Add Add的話顧名思義 Add就是新增 OK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按F8 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Add 有沒有發現 它多了什麼動作 這一行執行之後 它會在107的前面 多增加這個 有沒有 那可是問題 名稱不對啊 那可不可以改 可以 如果你要改的話 只需要在這個前面加一個 目前產生的這個工作表 目前產生的這個叫 Active 所以Active 然後工作表叫 SHEET 不要加S 因為目前 被執行的工作表 只會一個 所以一定是單數 然後呢 做什麼事呢 它的名稱 所以點內 點內的話就是它的 屬性 OK 等於什麼呢 等於106 所以請你幫我改名稱叫106 那我把這一行寫完之後 讓它執行看看 所以把這個程式往上拉 OK 然後執行它按F8 這個時候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就會變成 106 所以喔 也就是以後 如果你加這個敷術 當然你下一次如果執行105 你就要把它改105 你不能100 如果一樣的名稱它會出現錯誤 OK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還懶得在 加這個 那你就直接加這兩個行就可以了 就是新增工作表 就是蓄積物件 那跳出來目前所在的這個工作表的名稱 點內 它等於106 OK 那其他就是把它下載 那你會發現喔 它一樣去抓那個106的資料 大概好像十幾萬筆吧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幫我把 這個一樣限制加上去 然後並且 加上萬度為單位 所以這兩欄也就自動加了 所以還蠻快的106有了 那105 104 那就通通下載一下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那畫面在 還給各位 剛剛這兩行 我也會把它 複製 貼到雲端上面好了 給各位參考 你們可以在 這個下方 把它放在這裡 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 感谢观看